美国连出三招 中共进入地暴时刻 郭台铭想参选总统 石板明夫问 台湾要做什么让步 中共若犯台 北约承诺会有回应 欺诈普京 传美国拟援助乌克兰 贫游穿假弹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药文 今天是4月6日星期四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台湾总统蔡英文4月5日在加利福尼亚州 和美国众议员议长凯文·麦卡锡完成历史性的会晤 美国议员同时还铺光了中共外交官的威胁性 作为对北京霸权主义的回应 第二天4月6日 蔡英文将在台湾迎接一个 由美国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 目前中国的经济陷入危机 外交四面受敌 一篇文章形容说 习近平现在进入地暴时刻 这场历史性的会晤 选在极具历史意义的里根图书馆 贝卡锡亲自在大门口迎接蔡英文 并在致辞时继续用台湾总统来称呼蔡英文 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在这次会晤的前一天 给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多位议员发威胁邮件 美国方面的回应是众议员 阿什利·辛森对媒体公开了威胁性的全文 并且批评说 中共的威胁很可悲 我们没有直接回复大使馆 而选择公开电子邮件 不留情面地打脸中共 在这场会面的第二天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麦卡尔将率团访问台湾 麦卡尔在一份声明中直接表示 我们正面临着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代际威胁 而印太战区是我们抵御他们侵犯的第一道防线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加强与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的关系 换句话说 美台关系的背后是美国与中共进入全面的对抗 北京该如何回应呢 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 在《亚洲很想聊》节目中说 中共是左右为难 明居正说 各国已经意识到 若不受拦阻 普京将成为希特勒 中方距离军阀日本不远了 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全球会恶阻中俄联手 因此一旦中方反应过度 美日印澳将介入台海 这是北京担心的 明居正分析说 佩洛西访台 中共六面封锁台湾 甚至一度封锁台湾海峡 导致美国出动三艘航母 在战略位置威慑 现在更厉害了 是蔡英文走出去 在美国会晤麦卡锡 如果说佩洛西访台是毕业旅行 那么麦卡锡和蔡英文的会面 就是开学典礼 因此中共的反应理论上 应该是超过佩洛西访台 但是另外一方面 俄乌战争和台湾联动 已经是明显的态势 中共也看到了全球 在对抗俄罗斯方面动作强烈 因此又不太敢对台湾有过度的行动 中共不仅在美台问题上陷入困境 国内大量的人口失业 显示中国经济一路向下 一篇网络文章认为 今天的习近平实际上 已经进入了二战最后的 希特勒式的地暴时刻 明知道已经是战败了 但是为了私利困兽油斗 不惜把中国乃至全世界拖下水 这篇文章说 从表面上看 政府正在建立的挽救经济 马云回来了 立好政策出台了 各国领袖纷纷到访中国 但是一切都是假象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因为虽然衰退刚刚开始 但它透露出一个致命的征兆 即中国的经济腾锥神话的破灭 首先中国已经不是世界经济的引擎 今年中国的GDP 在明显掺水的前提之下 仍然是增长最弱 但是数据表明 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依然是稳健 换句话说 中国经济差并没有拉低他国的经济 因为别人已经找到了 摆脱中国经济影响的发展模式 其次 一些主要的国家和重要的产业 在离开中国之后 发展更加有序 世界逐渐的不再需要中国制造 文章接着写道 习近平当然看到了这些 但是如果他要救经济 就不会去巴结俄罗斯 中国得不到任何的好处 反而是赔得抵朝天 如果习近平要救经济 就不会去对抗美国 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 不仅体现在外貌上 基本上是中国国运的基石 但是习近平之所以 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他已经看到了 经济没救了 国家没救了 他并不在乎中国的利益 他更在乎 与自己唇亡齿寒的独裁机制 因此习近平躲在地堡里 做最后的顽抗 他不是要战胜美国 而是要表演给中国人民看 但是地堡沦陷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起因必在内部 这篇文章判断 政权的崩溃是国人起义 因为中国人实在是凹不下去了 那么多工厂的倒闭 工人失业 业主断供 一系列的崩溃会带来骨牌效应 爆发点不在政治 而是在生计 白纸革命已经做出了一个样板 白发革命跟进 下面一个是什么革命呢 不会太远了 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4月5日在记者会上宣布 争取参加国民党2024年总统提名 并且为4年前退出国民党而道歉 台湾总统大选定在2014年的1月份举行 民进党已经基本确定 由党主席赖兴德出征 但是国民党至今还没有确定候选人 当主席朱立伦上个月底宣布不进行党内的初选 采取征召方式推选提名人 观察人士认为 国民党中央这样做就是为了避免初选 造成党内的厮杀 不如直接征召最有胜算的人 新北市长侯友宜最可能代表国民党出战 因此郭台铭高调的喊话被认为是校正侯友宜 日本资深媒体人士本明夫听完郭台铭的记者会之后 在脸书发文说 郭台铭没有强调捍卫中华民国等蓝营政治人物常用的口号 而是用拼经济 联合非律势力 B站等相对中性的词语 估计是想和正在中国出访的马英九区隔 争取更多的中间选民 士本明夫分析说 未来国民党的总统提名人侯友宜 郭台铭 朱立伦都还有机会 令人遗憾的是 而在这场警察 商人和会计师的角力之中 每个人都一直在算计得失 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理念说清楚 士本明夫说 比如我就没有听到郭董想要捍卫的价值观是什么 士本明夫还指出 现在美中新冷战已经表面化 一方面代表着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尊重 另外一方面代表着专制独裁对外扩张 郭台铭说的拼经济是否包括继续和中国全面合作 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 在高科技领域和中国全面切割 郭台铭准备如何应对呢 士本明夫指 至于B站 副总统赖清德提出的论述是 透过积极备战以及联合国际社会 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 一起捍卫台湾的主权和生活方式 因为企图挑起战端的是对岸而不是台湾 如果郭台铭的B站是要求对岸打消武力犯台的想法 那么台湾需要做出的让步是什么呢 士本明夫最后写道 郭台铭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应该非常在意产品的价格 但是选总统大家更在乎的是价值 根据雅虎摩奇新闻5号的报道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悉尼陈锋报转访时 针对台海危机说 北约在计划因应中共潜在威胁方面 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中共一旦动用武力 将对全球和欧洲的安全 经济和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 北约过去许多年没有因应中国 是因为焦点先是放在苏联 后来又专注打击恐怖主义 直到2019年 欧洲开始讨论是否禁用华为的时候 盟国们意识到在亚洲发生的事情 再被问到 如果中共之前的威胁成真 真要武力犯台 北约如何因应时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北约盟国会做出回应 尤其是美国正在评估 潜在后果 以及可能的因应方式 优先要务是 破阻和避免任何的冲突 要是无法避免 北约立场会很坚定 乌克兰媒体国防快车 4月5日报道说 美国宣布最新一波 26亿美元军事援助 如果没有意外 当中包括120毫米 及105毫米战车炮弹 以及让普京跳脚的 平油穿甲弹 报道引述美国国防部 在媒体简报会上的消息说 美国准备提供乌克兰刺口径弹 不仅用于美制 M1爱布兰主战车 还能用在盟国 援助到其他西方主战车上 包括德国制的 鲍二主战车 刺口径是一种穿甲弹 主要特点是重量轻弹径小 可获得较大的出速度 国防快车指出 来自美国的战车 刺口径弹很明显将是平油弹 因为美国现役的 M1爱布兰的刺口径穿甲弹 主要就是使用平油的 M829系列 根据报道 M1爱布兰在西方第三代主战车中 实战经验是最丰富的 其撒手锏就是滑塘炮 加M829平油翼稳脱壳穿甲弹 据说可以在3000米以外 一炮打穿两辆俄制T72战车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之前我们一直在关心中国的年轻人的未来 就业和心态的问题 今天就传出了一个很极端的消息 4月4号下午 有4名20到30岁之间 分别来自福建 河南 河北 和四川的游客在天门山景区 山顶西线的玻璃栈道上 翻越护栏 跳崖 其中有3个人跳下去了 一个人被及时阻止了 但是因为他在跳崖之前已经服毒了 经过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的说法是 根据遗书初步判断 这4个人都是自杀 网友说 现在中国使经济大萧条 底层人的生存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抑郁等精神问题 对生活造成的困扰也是越来越明显 相约自杀的群体是存在的 但是无论如何 愿逝者安息 在上一期的节目留言当中 和一位观众讨论一个 关于中共国的未来的话题 得出的结论是中共国的未来好不了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中共过去80年是如何为人处事的 也看到了眼下中共是如何对待中国人的 所以我们预测 未来10年中国人没有好日子过 如果没有什么突发的情况 判断的准确率应该是很高的 那么如果一个人可以看的时间线更长 不是看到前80年 而是看到前800年 8000年 那么他是不是也会对未来的100年 1000年有一个预测呢 那么这样的人不就是预言家了吗 所以佛教中有一种说法 说现在是末法时期 这个末法时期不是指世界末日 而是说人类已经没有维持道德的新法约束了 就叫末法时期 看看眼下 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今天看到这样一段话 说有一个人水平挺高 却混得挺一般 大概率是因为这个人人品不错 我第一反应说 那80%的可能 这个人是生活在中国 但是后来又想了想 还是70%吧 因为现在不只是中国 很多国家都受到中共的渗透 人心不古了 还看到一段粗糙的话 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干净的水 这句话是正确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 你需要去喝马桶里的水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担心凑个精彩内容 那么您可以在留言区 留下您的电子邮箱 我们会第一时间 把节目更新传送给您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